即将在明年1月卸任的台大校长管钟敏 常常在台大脸书交流社团跟学生们互动 但他最近却突然po文感叹说 在校园里头站了10分钟 上百个学生经过 却只有两个人跟他打招呼 直呼感到悲痛 而po文一出引发了不少学生吐槽 还有人趁着这个机会来反映校内的设备问题 社团博览会抢新鲜人加入 学养姐捧着一大碟传单 热情和新生互动 周末台大校园充满了欢乐气氛 但看在校长眼里 可能说有多羡慕就有多羡慕 台大校长管钟敏16号凌晨 在学生交流版发文 说前一天中午 他在野营大道腹中旁等人 前后10分钟路过学生超过上百人 结果却只有两位同学来打招呼 管钟敏形容这景象让他心都凉了 直呼感到悲痛 还说希望学生之后 如果看到他可以挥挥手吗 诉苦文一出却遭学生反酸 借机抱怨一番 赶快先把计中的电脑修一修就好了 设备急需更新 每次都是我要用的时候就会出事 例如说某个气管很臭之类的 希望校长可以看到 留言处学生盖起爆修楼吐槽 指出宿舍断网18个小时 大家处在水深火热状态 计则中心不能隐硬 放任校内汽车和货车围停 校长还在这边打不打招呼 是出来搞笑吗 不过也有人为校长说句话 还有在FV上面跟学生进行互动 让我觉得蛮暖心的 陌生感或是比较不敢去做这种事情 有些学生说 在校内看见校长机会其实不多 也懂尊实重道很重要 他们并不吝啬打招呼 校长走 但还是希望校长好好改善校园环境 才是最关键最重要 贾佩张是快台报导 二字幕最后 辅助